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对大家来讲啊 职场礼仪是非常重要的啊 因为礼仪是对别人来讲 因为好的礼仪对别人来讲是一种好的尊重 如果在礼仪没有做好的情况下 那可能严重的情况下就会造成别人觉得你是不尊重他的 那这个带来的一个结果是非常糟糕的 尤其是在面试的时候 尤其是咱们在职场中的一个时候 那虽然说有句话说 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粮 但是社会上一切的人 大家对大家来讲 每时每刻都是在被你的服饰 你的发型 你的手势 你讲话的声调 你讲话的语言来影响着 别人也会从这些去判断你 因此得体的一个服饰 仪容将会展现出给人家一种专业的一个印象 树立出你个人的风格和修养 那有句话说 企业需要包装 而商品也需要包装 个人形象更需要包装 个人形象对大家来讲 就是真实体验了大家的一个 体现了大家的一个个人修养和品位 个人形象也客观的反映出来了一个 你的一个生活的风貌和生活的一个态度 也如此反映了 你对交往对象 也就是说 简单来讲 就你面这家企业 你对这家企业的一个重视程度啊 所以个人形象就代表了这一个整体的一个一部分 那对大家来讲 第一印象主要是通过接下来三个方面去决定的 那就是外表 语气语调 讲话的内容 那外表的话呢 就是占到55%的一个比重 这可能有点让大家意外啊 那这个外表指的当然不是你的一个长相 这个外表指的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你的一个仪容仪表 你的一个服饰 你讲话的声调等等这些内容 所以外表 如果你在职场礼仪中 外表并没有去做到要求或者并没有做好的情况下 那这55分被扣掉的话 你就只有45分了 那就是不及格的 那咱们讲话的一个语气语调 占到38 为什么分数那么高呢 对大家来讲 因为在同样去讲一句话 你的语气语调不一样的话 最后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而讲话内容只占到7% 那大家都玩过一个游戏 叫传话游戏 对不对 比如说你的一个同事 小明 他明明就生病住院了 那可能传到最后就传成小明已经不在了 那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的一个原因 举个例子 大家在面试的时候 很有可能人家会问你的一个职业规划史嘛 如果别人在问到你的一个职业规划的时候 你在讲职业规划的时候 你其实并没有多么去准备好你讲话内容的时候 但是你去提到自己想成为什么什么的时候 是满足激情的 是很有热情的去讲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可能给人家的感觉 给人家的冲击力是非常大的 那所以咱们在表达这一块 在语气语调这一块 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给人家留下的第一印象 一定是非常深刻的 那讲话内容只有7% 所以重点啊 是大家在面试的时候 这一个自信度 这个自信度会直接影响到第一印象 会直接影响到语气语调 那在通常面试的时候 我经常会告诉我的学员说 你们出去面试的时候 千万不能带 忘了带两样东西 一个是简历 还有一个就是自信 那第一印象 那主要是通过外表 语气语调和讲话内容来去确定的 那在第一印象中 占比最高的是外表 那外表来讲呢 就是个人的一个形象 个人的形象 因为个人形象 可以真实直观的体现出来大家的一个教养和品格 也反映了你的一个精神风暴和对生活的态度 这些其实都是企业在面试过程中最注重的一个点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最能够直接的去影响到你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态度 和你以后的一个职业发展的方向 甚至是你的价值观 那个人形象还能够如实的去展现出来你对交往对象的一个重视程度 如果你在面试之前经过精心打扮和准备的 或者是你在个人形象和礼仪方面做的很得体的 可能企业会觉得你在面试之前做了非常多的充分的准备 那会给人家带来的一个印象或者说影响就是你非常重视我们这一次的一个面试机会 或者说你非常在乎我们面试的一个机会 那不应该是我没有准备冲冲忙忙就过来了 那可能给企业的感觉就是你并没有那么的在乎这次面试机会 你只是随随便便接到一次面试邀请就过来了 那这个时候他对你的一个评价和对你的一个印象可能都是比较的一般的 所以个人形象更代表了你在单位的整体形象的一部分 那就是他会由个人形象去延伸出很多的我刚刚提到的价值观也好 对你整个人的判断也好会延伸出很多东西 那职业形象这一块那先从接下来会从大家的一个细节展开来讲一下 那就是你的内心活动大多数都是通过面部来表现的 面部表情通常是指面部的一个形态 是通过面部的动作一系列的动作来去表达出来的 包括你在跟别人交谈的时候 你的眼部动作你的眉部动作你的嘴部动作 甚至是鼻子的动作都会去直接直观的去表达出来你内心的一个情感 那通常情况下在职业形象这一块 先从眼部来讲的话你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一定是应该去注视别人的眼睛 应该是有一个眼神的一个交流的 所以在职场理系方面最重要的首先大家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不要不去看着别人眼睛 很多同学在面试的时候非常紧张不敢看别人的眼睛 那如果你特别紧张不敢看别人眼睛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一个缓和一点的方案就是你可以去看着别人的鼻子 你看着别人的鼻子或者是额头的部分给人家的感觉可能也是在看着别人的眼睛 那这个时候你讲话的一个内容才能够更好的通过你的眼睛 通过你的面部表情更好的去传递过去啊 所以可能想要在面试表现比较突出的同学 除了面部表情的一个特点和到位之外 还应该在手部动作适当的加一些手势 可以更好的传递你的一个想表达的一个内容 那职业形象对大家来讲 在面试之前最应该重要的 首先说女生 女生在头发这一块 不应该是 因为在女孩子在去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首先看到的一定是发型 发色应该是时尚得体 美观大方符合身份的 不要去佩戴一些华丽的手势 避免出现远看像圣诞树 近看像杂货铺这样的一个场面 那面部的一个装饰 应该是一个清新淡妆 化妆就算你非要去化妆的话 也应该是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化妆的 那样子的一个淡妆 那对于咱们男生来讲的话 首先头发不应该遮住 前面的头发不应该遮住美貌 那侧边的头发不能够遮住矮多 后面头发不能够超过你的 达到你的一个领子 就是尽可能的去短一些 概念一些的一个形象 每一天都应该去替虚修面 保持面部的一个清洁 然后美国心理学家 将人的一个感情表达为一个公式 感情的一个表达 语言7% 声音38% 表情55% 所以可以见面部表情在沟通中 占有的一个地位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以目光和微笑 最能表达出内心的一个情感变化 所以面部表情的一个重要性不言而喻 那面部表情在作为一个职场人士的时候 在去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那应该去达到的一个职业形象就是 必须是在面部表情 首先目光来讲的话必须自然 并且跟别人必须要有一个眼神的交流 如果你从头到尾在跟面试官聊天的时候 没有一个眼神交流 那你这一次面试 估计也就很难去有一个好的一个结果了 所以真诚的一个微笑和一个合理的一个职场礼仪的表达 对大家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再去回到一个话题就是 大家在面试的时候 所以那在面试的过程中 面部表情和目光是最能表达大家的一个自信度 大家对这次面试的一个信心和准备程度的一个最关键的一点 那接下来咱们具体去看一看 那在服饰这一块都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要求 首先服饰是在面试过程中占比最重要的一块 首先服饰遵循的四大原则应该是符合自己的一个身份 扬长避短 纯分场和遵守管理 那首先服饰这一块 有三个对于男士来讲 对于咱们男生来讲的话 应该有一个三色原则 就是你在面试的时候 全身上下的一个服装不应该超过三种颜色 三衣定绿 皮鞋 腰带皮包的颜色 应该是保持一致的 那可能对于咱们同学来讲 可能面试更多的是穿一个 皮鞋 牛仔裤 一个运动鞋这样的一个着装 那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是应该遵守的原则 就是不能超过三种颜色 三大禁忌就是 如果你以后有机会穿西装的话 就穿西装必须打领带 不可以没有领带 因为没有领带给人家感觉就是 不尊重别人 西装上面的标签必须给拆掉 穿深色西装不可以穿白色的袜子 因为穿深色西装 穿白色袜子会 显得很很奇怪 穿单排西装 最下面的一类扣子应该是不扣的 领带先在皮带扣附近 或者说裤腰带附近的上沿比较合适 对于女生来讲 五不准 首先咱们有五不准 不准穿皮裙黑皮裙 因为这些都是不尊重的一个穿法 正式场合不光腿 正式场合如果说是穿裙子的话 应该是配有丝袜的 不穿戳破的袜子 鞋袜不配套 鞋袜和颜色的一个搭配 不能是三接腿的一个肤色 6G 禁忌大家穿的服装过于杂乱 应该是颜色统一了 禁忌过于鲜艳 禁忌过于暴露 禁忌过于透视 禁忌短裙过于短小 禁忌过于紧身 那具体来讲 佩戴事物的时候 应该去注意到的一个原则 就是符合身份 以扫为佳 有的同学特别喜欢 佩戴很多的服饰 这个配饰 有可能走路的时候 就发出很响的声音 那这个时候你给面食官的印象 就已经是很糟糕的 那佩戴装饰的一个饰品 种类不应该超过三样 而且每一件数量不应该超过两件 同色同质的饰品为一 男士一般情况下佩戴戒指 不适合在佩戴手链项链 容易让人误解 符合习俗注意搭配 所以着装这一块 咱们经常会看到 我们的公共场合的领导人也好 还是出席各种会议也好 大家在着装这一块 都是非常注重的 那接下来 具体来讲 就是大家的一个面部的一个 应该有的一个准备 就是除了着装这一块 包括在面部表情 包括在面部的一个装饰 那对于女孩子来讲 眉型有的同学可能会比较修眉 喜欢修眉 那应该是有一个眉峰 锐利的一个眉型 给人一种干练的感觉 如果一定要用睫毛膏的话 也应该是刷在眼睛的尾部 缔造出一种深邃有质感的颜色 分底液口红色彩的一个组合 那其实在这边给大家讲这些东西 也是想到大家以后到职场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职场感 因为工作很多年之后 可能大家会更加注重这一块 那在当下咱们班女生去面试的时候 可能这些装饰这些修饰 可能不需要去准备的太多 对于咱们男生来讲 清爽的头发 因为头发是人的一个制高点 很能吸引他人的一个注意 因此要经常洗头 保持头发不黏在一起 没有头泻 没有汗臭味 还需要经常去理发 过长的头发会给人一种邋遢 没有精神的感觉 这个大家都知道 干净的眼部 时刻保持眼睛那个境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面试过程中 需要有一个好的眼神交流 并且应该保证 在面试之前 有足够的一个休息 因为如果休息不足的话 眼睛是比较会偏红的 甚至可能会有血丝 洁净的鼻子 要注意鼻子的一个清洁 这个非常非常关键 如果在面试的过程中 鼻子没有处理好的话 可能会给人家印象非常非常糟糕 特别咱们班的男生 要注意在面试之前洗洗脸 这个是必须的 冬天的时候 要注意涂一些润肤露 不能让脸上有皮屑 包括胡须口腔 这些都是必须要在 保持一个好的一个清洁 特别的口腔 应该保持一个好的一个清新的口味 好 疑中的疑态 在面试 疑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面试过程中 跟别人的一个交谈 别人的罪 在面试过程中 面试官 其实大部分人的经历 并不是在听大家 讲话的一个内容 而是更多的去听 大家的一个 去观察大家的一个疑态 一些小的细节 所以从大的方面来讲 大家应该需要去注意和避免设定 注意试点内容 首先倾听 在别人讲话的时候 应该是 成一个认真倾听的一个姿态 那必须要跟对方有一个眼神的交流 同时面带微笑 同时不要有小动作 首先 倾听的话 面试官在讲他的内容的时候 大家应该去全神贯注的去听 面试官讲到他的内容 而不要去轻易的打断别人 那你在表达内容的时候 是应该去看着别人的眼睛去讲话 这样你的内容才更有说服力 才更加符合职场礼仪 整个过程面带微笑 不要太过于紧绷 有的同学在面试过程中 喜欢扣扣手指 或者是玩玩别的小物件 那可能会 也会带来非常不好的印象 这一点非常重要的 好 具体来讲 咱们在面试过程中 应该注意的一个仪态 就是 首先从站姿来讲 站姿是职场礼仪中 一个起点和基础 站姿最基本的要求 应该是端正挺拔优雅 是古人所说的 站如松 从整体来看 正确的站姿应该是平直高 同时还应该是轻松的自然的 切记 往后倾斜 双手抱毙 这样的站姿都会给人家一种 傲慢无理的感觉 尤其是咱们在面试的过程中 不应该是给人家一个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具体来讲就是 身体应该是例子的 抬头挺胸收腹 下额微收 双目平视 双手自然的下垂 贴近腿部或交叉于身后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一个站姿 男士的话两腿分开 两脚平行 宽 不过肩 女士的话 双脚呈微制形 膝盖和脚后跟 尽可能的靠拢 两脚 先两脚张开 距离为两拳 两脚张开的距离也不一过呢 然后 对于男士来讲 就是 在站立的时候 应该是 左手搭在右手上的 两脚是平行的 然后应该有一个 两膝并 脚跟靠紧 然后双目平视 所以 在这一块的一个注意 那可能咱们在面试过程中 更多的是一个 做这一块的一个礼 那后面会讲到 那 女生的话 在站的时候 应该是有 要注意一个 就是一个 肌肉不能太紧 不能太过于僵硬 同时切记 不要去 双手插在裤带里 或者是插在腰间 也千万不要去暴毙 大家都知道暴毙于胸前 会有一个 就是拒绝的一个 含义和意思 那 坐姿这一块 关于坐姿的话 首先大家要知道 坐姿 坐姿是静态的 不应该是 有的同学可能会有一点 这个时候什么所谓的 多动症 在坐的时候 可能会 喜欢晃一晃 可能会喜欢动动间 怂怂间这样之类的 那大家要知道 在坐的时候 只有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就是 应该是庄重文雅大方的 那首先 对于咱们男生来讲的话 在面试中 坐在面试官对面 应该是 上半身应该是挺直的 胸部挺直 两肩放平 脖子挺直 下额微收 双目挺直 两脚分开站不过肩 两脚平行 两手分别放在双膝上 那对于 呃 咱们 女生来讲的话 那在 面试过程中 那 最应该注意的一个点 就是 在 面试过程中 两脚是病脓的 两脚同时 向左或向右放 两手叠在双 双腿或者是 右腿上 也可以双腿病脓 两脚交叉 至于一刻 脚步间 向地面 那其实 在 正式场合 要求女性 两腿病脓 并无 空隙 在日常巧合中 呃 嗯 大家可以 就是 大腿病脓 小腿交叉 但不宜向前伸 呃 对于 男生来讲的话 最重要的就是 不可以 翘腿啊 很多同学在面试过程中 喜欢翘腿 或者是 抖动 那这个时候给别人的一个印象 都是 非常糟糕的 那接下来咱们再讲一讲 沟通 在沟通过程中 最重要的 就是 大家需要 在面试官去回答问题的时候 应该去有一个 啊 抓住一个重点 因为有的面试官可能会 呃 比较的稍微啰嗦一点 那那 那同时你要去认真听别人讲的内容 然后呢 从别人内容找到重点 然后去有一个更加贴合的答案 那 在 嗯 沟通方式来讲的话 主要有面谈 电话 即是通讯软件 就像QQ啊 微信啊这些 电子邮件等等 那 在面谈的时候 大家沟通的时候 应该注意一个点 就是 呃前面讲到的一个礼仪 站的礼仪做的礼仪 和表达的一个礼仪 注意轻轻的一个礼仪 首先需要去做到 第二一点就是 大家在啊 面部沟通的时候 自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 一定要去看着别人的眼神来讲 那电话 电话的一个礼仪 呃首先 从 呃打电话来讲 所以大家打电话 的礼仪最重要的就是 呃在通话内容方面 要 包括面试官打电话过来 跟你进行一个呃 电话面试的时候 要先进行一个自我介绍 重要的事情 首先说 呃呃 包括 在呃打电话的时候 应该首先去进行 问候别人一下 所以这个其实非常重要的 还有任何事情 大家都应该去做好一个记录 做好一个叫 啊 5W3DH原则吧 就什么时候 问呃 是谁 who will在哪里 what 是什么 why 为什么 how 怎么做 所以应该在打电话之前 去问清楚这些内容 避免呃 往后面再去打电话 再去反复的追问别人 那可能都是不太方便的 如果 在打电话过程中 你不是太方便去接电话的话 可以告诉别人 呃 要求对方等而会 或者将 话筒 朝桌 放下 通知 呃 被通知 呃 去处理一下自己的一个事情 然后再很礼貌的去回复别人 呃 呃 关于跟面试官通话 那谁先挂电话的问题就是 应该是别人打过来 应该是先别人挂电话 切记 呃 最关键一点就是有的同学 可能会比较着急 在别人还没有讲完话的时候 有可能就把电话给挂掉了 那这个时候你给别人的一个印象 和给别别人对你在面试过程中 一个打分 有可能都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在你面试 电话面试过程中 最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记住 一点就是 呃 先得到对方的一个允许 再去挂电话 要反复跟别人确认 所以 这个是非常糟糕 那在 如果是别人通过 像Bose指评 QQ微信 跟你聊一些 呃 技术点的时候 那一定要注意一个用词啊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啊 用词这一块 呃 尤其是在 语言的一个表达 这一块 那切记在 沟通的时候 呃 聊完的时候 一定要有一个礼貌性的回复 那谢谢别人的时间 谢谢别人 跟自己的一个沟通 那电子邮件 那需要注意的是 就是有的企业可能会通过 呃 发电子邮件的形式 问你一些问题 或者要到你的简历 那 你 切记务必要对人家 表示一些 感谢 应该有的一个感谢 呃 尤其是在接到offer的时候 有些企业会要求大家 接到offer 如果觉得没有问题 要对这个offer去做一个回复 那有同学不去做回复 那很有可能 企业会误认为啊 你并没有同意 或者接受这个offer 那很有可能 他最终录了别的候选人 你就跟这个机会啊 失之交臂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在职场中 大家需要切记住的一个规则 就是 呃 这个其实也是涉及到大家以后 工作之后 应该去遵守的一个规则和职场礼仪 然后 第一点就是 不应该去透露公司的商业机密 其实有的公司会在 你们入职的时候 就会跟你们签订一个 所谓的一个保密协议 那这个保密协议啊 其实最终是会影响到 你的一个呃 诚信的 如果你把公司的一些细节 或者是不该讲的 不该说的 都去透露出去了 所以 很有可能 你在稍有不慎的时候 就去违反了 某些 法法力 或者是 或者是公司的一个规定 那 不在背后议论他人 那 因为 呃 要想 别人不议论自己 那谁人不议认 所以 大家在职场 出到职场的时候 很有可能 有的同事 你跟他关系走得非常近 那他会经常 他会主动的去跟你谈论 哎 某某某同事怎么怎么样 项目经理怎么怎么样 某某团队怎么样 因为你刚到公司 其实你很有可能 搞不清公司 谁和谁 谁之间的 关系怎么样啊 或者是 距离怎么样 或者是 谁跟谁好坏 有可能 你稍有不慎的一个议论啊 就很有可能会传到 项目经理或者是 你的同事的爱多里 那这样子会对你的一个 后面的一个 就是 工作也好 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问题 不谈论 格论不高的问题 所以在公众场合 尤其是在办公证里面 大家要尽可能的 减少去聊一些 有的没的的问题 跟工作无关的问题 有可能会被 项目经理听到 或者是 对你的一个印象 都是非常不好的 不要谈论 私人问题 工作时间 进去去谈 更多的私人问题 这些都是大家 在工作场合中 应该注意的一个 基本的第一 那尤其是 在工作场合中 举个例子 有的时候 见到同事 大家在同一间办公室 大家一定要记得 必须要去打招呼 这个都是最基本的 呃 见到你们的 项目经理 或者是主管 或者是老板 一定要有一个问好 否则的话 你的一个试用期 没有这些的一个表现 和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 有可能会给 这个公司造成 对你的一个评价和印象 会带来一个 很不好的一个影响啊 那 首先 关于 大家去汇报工作的时候 有可能 会有一些 握手的一个环节啊 握手呢 是 人跟人之间的一个身体接触 容易给人家 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热情而有力的握手呢 眼睛直视对方 才能够让对方感觉到你的热情 啊 快速为你们展开一个积极的交流的舞台 但是在握手的时候 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 如果你的上面的 领导或者说主管 是一个女士的话 应该是他主动愿意跟你握手的时候 你再去伸出你的手跟他握 那如果你的领导 是 男领导的话 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你去 主动去握手的 好 同时在工作场合中 大家要注意适当的抱歉 无意间冒犯别人的时候 一定要去道歉 态度要真诚 在交谈这一块 在大家跟同事聊天这一块 要注意大家交谈的时候的一个面部表情和动作 交谈的时候要注意 要注意注视对方谈话时间的三分之二 就对方讲话 假如是三分钟 对方讲了一段三分钟的话 那你要有两分钟的一个时间 是应该去注视着别人的 而不要去太过于短 要记得面带微笑 学会倾听 避免不必要的身体动作 要掌握谈话的技巧 当谈话者超过三人时 应当注意 与不同的人都谈上几句话 要等到别人讲完话的时候 再发表意见 尤其是在多个同事 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 如果你一直没有顾及到别人 那很有可能会 就是会让别人觉得很不舒服嘛 对不对 在工作过程中 禁忌去直呼老板的名字 建议大家 比如说张总 张老板这样的去称呼即可 讲私人电话的时候 切记分贝过高 一定要去声音小一点 并且尽可能的离开办公场所 开会的时候 大家要记住 大家要记住 一定要关手机 尤其是职场的时候 称呼自己为某先生某小姐 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对自己人才注重礼貌 那对于自己不熟的人 就不注重礼貌 那就不太好 尤其是大家出道职场 一定要切记 不能迟到找退 也不能够 迟到找退之后 也没有任何的一个歉意 同时 对于找工作和实习的同学们来讲 进入职场 还需要多学习这样的礼仪 学会掌握职场礼仪 会对工作的帮助更大 那 最后咱们看一下 在职场中 如何才能让别人觉得舒服 那这就作为一个延展的课程 就跟大家讲一下 那首先 大家应该记住的是 先学会做一个好的员工 那做一个好的员工 有两个方面 从大的方面来讲 一个是做人 一个是做事 无疑这两方面 首先做人的话 大家应该去遵守的一个 基本的原则 就是做人 一定要给自己留有一些退路 同时 在跟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 或者是发生纠纷的时候 要先从自己身上去找一找原因 要先记得去反思自己的一个原因 所以 所以 不要在 工作场合的时候 去做 前面去讲 提到的这些问题 然后呢 一定要去融入团队 切记 有的同学可能性格会比较的内向一点 可能会跟别的同事 或者是别的同伴聊天聊的比较少 有可能会给同事的感觉你是比较疏远的 比较离别人比较远的 那很有可能给别人的一个性 性 印象 给团队的一个配合度啊 项目经理其实这个时候 其实都会去观察大家的一个表现啊 如果你在职场过程中 就是跟别的同事 大家交流都比较少 可能会让人家觉得 你是一个比较孤僻的人 那 最后试用期结束之后 对你一个评价 会不会留你啊 他可能很有可能也会去考虑这个因素 一个团队的融入性 那 从大的方面来讲的话呢 那做人的准则 应该是 首先 大家应该做到是诚信待人 不管你在哪里 诚信待人 都是做人的第一准则 如果一个人失了性 那就算他再强大 都是徒劳无功的 一个人 成功得不到别人的肯定 就不能叫做成功 切记浮夸 浮夸是自己不诚信的第一表现 往往很多人都愿意夸甲海口 或者拼舌 一直吹牛 往往这样的人很容易被别人排挤 人活一世 因为自己不切实际 会有几个 知心的人 愿意同你真心交往呢 切记得意忘形 得意忘形 通常是自己的一个 骄傲之大的一个表现 当 第一次或者是两次 也许人家受得了你 但是经常去自夸 相信你的朋友 也都会去远离你的 大家要切记 增强好胜 生活中不是学习 增强好胜没有什么好处 往往过分的出风头 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和纠纷 特别是做上下级的时候 不要随便的出风头 以避免去得罪很多人 同时要记住节俭之律 但不能什么事情都节俭 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 有的时候 在一定的场合 不要为了真面子 而去拼自己的钱包 要记住一里待人 遇到同事的时候 不管是谁 都应该去热情的去打个招呼 少管闲事 不要轻易相信不该相信的人 遇到事情要平静对待 对任何事情 都应该保持一个平静的一个心态 不要去太过于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 所以在这一块 大家想告诉大家的事情就是 就是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讲说 在自己前面工作的短短的几天时间 瞬间觉得这个世界都是骗子 都是没有诚信的人 不是说自己多么多么的善良 只能说为人太过为简单 把一切都想得太理所当然 相信世界是美好的 然而一次一次被别人欺骗 被别人使唤 对人的一个诚信绝望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是大家很多同学输入职场 可能会有的一个感受 那这些对于大家来讲 尤其是他们应接同学来讲 都是很正常的一个表现 但是大家可能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像我刚刚讲的 一定要记住去平静对待 因为很多事情它其实发生了就快发生了 一切都是要过去的 还不如既然就是快乐的是一天 那不快乐也是一天 还不如去快乐就过一天 过于纠结一件事情 并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改变 只会让它去困扰你 好 那除了做人这一块 那作为一个好员工 那另外一块就是做事这一块 那做事这一块 首先大家要记住一个原则 就是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要学会控制自己的一个情绪 切记在办公场所 因为自己的情绪过大 而跟同事或者跟老板发生纠纷 在工作在分配任务之前 要去问清楚职责 事后要对自己 当时承诺的事情负责任 及时回报 还会总结 如果你的老大 或者你的项目经历交给你一项工作 你很难去完成 或者是明明是需要两个礼拜 那才能够做完的事情 那他现在要求你一个礼拜去把它做完 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大家去及时的去汇报 大家这个工作的一个情况 如果你并没有及时的汇报 到最后项目经理发现 你并没有把这个工作内容做完的话 那很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他对你的一个评价和印象 那这个是其实很得不偿失的 所以你要是就是每天去汇报你的一个工作进度的话 那可能项目经理最后会发现 其实他分配给你的工作是有点不合理的 或者是过多的 那可能你后面完成不了的话 那他可能会对你有一些更多的一个理解 那大家记住另外一个原则 就是给领导提供的应该是选择题 不是问答题 一个项目经理可能他带十个人 那最后 最后大家每个人都给他一个工作的话 那他一天都给他一个问题的话 那他这一天有可能就有十个问题要去解决 那作为领导来讲他会是非常烦的一个过程 那如果你给他的选择题 你问领导我是这么做比较好 还是那么做比较好 所以这个时候给领导的一个感觉 你可能就是一个会做事会做人的一个人 他只要告诉你 就是这么做好还是那么做好 那对领导来讲 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那做事从大的方面来讲 大家应该记住的一个原则 就是去切记收本分 首先应该先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完 然后再去考虑别的事情 如果你想帮助别人 然后先把本分做完 再去考虑别人 走规矩 大家在入职之前 公司其实都是有非常多的一个规章制度 给到大家的 一定要规定去办事 就是所有的规章制度你要搞清楚 制度都是对每一个员工都是有用的 走实现 就是做事情 一定要记住 按照一定的时间去完成 不要切记的浪费时间 走承诺 答应别人的事情 一定要去做到 时间久了 如果你不诚信的话 时间久了 根本就没有人会信你 重改善 精以求精 把持续 把每天做的事情去做好 慢慢的去改变 是见变 我们任何人都改变 不要了 突然改变 改善是慢慢的 送方法 做事情要讲究正确有效的方法 把自己的意见变成大家的意见 政策实行起来才没有障碍 所以当你有了想法和决定的时候 要先听一下大家的意见 再去做决定 那这些都是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个重点 最后想送大家的一句话就是 细节决定成败 在大家以后未来的工作中 最重要的就是一些细节的一个因素 所以在面试过程中 职场礼仪就是这些大家 最应该去注视的一个细节 如果大家不注重 在面试过程中的一个礼仪和仪态的话 那就会丢了这些细节 那最终 这场面试可能也不太会顺利 如果大家能够记住以上我讲的这些点 在面试过程中去做到 去认真注意到自己的一些面试的细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